美国从阿富汗不负责任的一走了之 给阿富汗人民留下深重的人道危机 也为地区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挑战 当前 阿富汗正处于牛乱极致的关键时期 我认为各方应当本着阿人主导 阿人所有的原则 支持阿富汗人民 积极地探索 符合本国国庆的发展道路 当务之急是同时间赛跑 加快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 我们呼吁立即解除阿富汗在美国资产的冻结 和对阿富汗的各种单边制裁 要无条件地归还属于阿富汗人民的资产 要避免给阿富汗人民造成二次伤害 这样我们才能帮助阿富汗熬过寒冬迎接春天 中方已经第一时间向阿富汗伸出援手 我们将根据阿富汗人民的需求 继续追加新的援助 我们正在筹备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 愿意为阿富汗的长治久安 发挥邻国优势 贡献邻国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